五国海旅天上两手抓 研发了各种先进武器 舰艇私下饺子般下落 军舰一架金一热一架 特别是五国的战机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目前一舰二十为带头的战机陆续服役中国空军 那么解放军空军现在到底有多少架战机呢 美媒称中国现今战机一千七百多架 其中四代机和五代机的数量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一千架 连舰二十都有二十多架 以此来看中国空军实力显然已经超越了俄罗斯 仅次于美国 战机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其国家的空军地位 当今世上五代机最先进 因此成为评判的关键因素 北约除了美国空军装备的数百架F-22、F-35外 拥有五代机最多的就是英国皇家空军 但数量也不多 仅仅只有八架F-35 相比于五国二十多架歼二十明显还有一定差距 虽然五国空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与美国空军相比还是需要不断的努力 比如美国的轰炸机就是我们现在努力超赶的对象 美国轰炸机可以携带大量的常规导弹进行远程打击 是三位一体核打击的正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 我国轰炸机相对弱势 以现役轰5K为例 即使全部出动 一次性最多只能投送700多枚 行航导弹或者一千多吨左右的弹药 而美军只需要三十架第一臂轰炸机 此外美国庞大的五代机群也是一支强大的空军力量 目前咱们还没有五代机群 但已经有了一定的设想 我国还想要打造一支空天一地 攻防接被的空军力量 这需要数百架运二十战略运输机和战略轰炸机 不过此计划只有等歼二十大亏量服役后才可真正开启 目前将二十的大力发展才是我国重要目标